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义已为选战定调 主打反移民政策还扬言祭出经济手段 直接点名中国威胁要加征关税 有华裔美籍选民表示川普抗中的言行 再加上他曾提出的中国行动计划 让许多人担心要是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将导致美中关系更形恶化 影响亚裔族群的日常生活 还有亚裔美国人表示 川普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表的言论 在多地助长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导致亚裔族群生活在不安当中 当前美国总统选情陷入胶着 摇摆州掌握着胜选关键 身为首位亚裔副总统的贺锦丽 在争取摇摆州选票时 一直与亚裔族群接触 因此其中多数人都更加支持贺锦丽担任总统 不过目前两人民调支持度相当接近 总统宝座讲落谁家还未有定数 3D新闻是非诚报道